为了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人格及革命行仪 并发扬其思想学说 国父纪念馆于1972年落成启用 它除了是兼具博物馆 表演厅内涵及推展全民终身教育的多功能综合型文化机构 更是提供国人涵养文化艺术 吸收新知及旅游修器的全方位文化艺术中心 国父纪念馆是当代融合东方美学与西方代表的建筑 由黄色流线型的屋顶 起窍延伸入苍穹的四角 清水砖外附褶红色瓷砖 斩石子的梁柱 清明的回廊等 建构了既崇高又朴实的整体建筑 使国父纪念馆不仅成为庄重且细腻的建筑设计代表 更是台湾重要的文化观光景点 毛笔书法 实际上是传统读书人的共同游异项目 书法就是生活书法就是修行书法就是人生 我认为学毛笔书法可以帮助我们生命可以自我照见 自我完善的一个很好的平台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馆的彰显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艺术的创造的建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